哈喽大家好 欢迎大家欢迎到kx看股哦 今天market很近哦 静静的又过一天了啦 今天星期四啊 啊我看到dsonic有一点动力 等下我们谈谈dsonic 还有其他的没有什么板块强 只是说这个这个建筑比较强 今天哦 点一点赞分享留言哦 点一点赞分享留言啊 还有啊要开户口可以试试这个 CJCNB户口啊 啊可以买美国英国爱美国 香港哦新加坡 股票也可以买哦 ok 啊看看manjocent名称等下我们看 进去看一看那个今天的 股票啊 请注意我不是 专业交易员或顾问 我分享我的交易旅程 景出于娱乐目的 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观点 新闻研究分析价格或其他信息 是我个人的观点 并不是投资建议 对于因使用本视频中的信息 而直接或间接引起的任何利润或金钱 资产或任何贵重物品损失 我不会担任何贵任 OK 我们看看国际 OK KLCI最终就是跌了中午到下午 差不多收市还是 还是轻的啊 收市突然间啊跌了啊 1595 1.48 0.0.093% 新加坡掉了0.012 啊 香港掉了上了0.672 韩国上了0.008 啊 日本上了1.224 泰国掉了0.245 中国FDSE上了1.280 中国XSE上了1.218 中国XSE上了1.266 澳洲上了0.594 印尼掉了0.375 纽西兰上了0.140 台湾掉了0.324 俄罗斯掉了1.953 MOEX啊 印度掉了0.31 0.31 0.312 压轴还ok啦 蛮强勉强还可以啦 不是很弱也不是很强啦 看看欧洲L2FDSE 英国掉了0.233 啊 德国DEX上了0.022 欧洲也不是很强 看看美国 喝水 看看美国 DOW JONES上了1.006 NYSE上了0.904 S&P上了1.117 NASDAQ上了2.034 所以这个反弹 不代表可以玩科技股啦 这个是美国已经掉了很多天 所以掉下来也要休息了 冲上去也要休息一下 才再冲 掉下来也要休息一下 再掉了 所以他现在在休息一下 再有点小的反弹 所以我不觉得是什么 买什么大机会 暂时看到我觉得 中油掉了1.6.619 Brand Oil上了1.108.28 Cruid Oil原油上了1.103.77 大宗商品还是ok 暂时还ok 金也上了1.1971 银也25.77 所以还可以啦 所以 银金银和这个大宗商品 暂时还可以 ok 我们看马股先 马股今天 昨天一个下跌蜡烛 尾巴在上面 尾巴在上面 这个是PIN BAR下跌蜡烛 所以今天这根下跌蜡烛 就是confirmation 我们讲就是confirm confirm他要跌了 通常一个PIN BAR 之后多一个红蜡烛 如果才是下跌了 通常是一个 算是一个confirm的意思 他要跌了 ok 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的confirm 这个就是这个的confirm 看来他要继续跌 收子弹才拿 收子弹不用紧张 market跌到越低越好 跌到低才有便宜股买 market降高 1600 1600 又全部上 你买买什么 上几点又跌下来 上几点又跌下来 KLCI 看到你都出血了 所以 等他跌 跌到越低越好 那些没有没有表现的股 全部暂时放了先 等他跌到便宜便宜 我们再老过 ok 今天 清晰49 上升股 也不大 不是很弱 上升股45 下跌股465 交易量3.323 还可以 1.48 跌了1.48 0.09% 1595 输在 1595 so market 你看他找盘 一开始就是平平去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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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 Bean也睡觉了 so 过了中午叻 中午叻 过了午餐就直接跌了 跌跌跌 然后最终 收盘的时候 还大卖了 还一个大跌了 so 集团还是大卖了 so消费上了0.11 工业还ok 工业还有上了0.38 建筑最强 建筑一直冲了1.47 你看科技也没反弹 因为美国现在还是下点趋势 掉了0.94 金融掉了0.32 房产掉了0.39 仲值掉了0.48 仲值要小心点 我们再谈一谈仲值 我们要改一改战略了 阿力IT上了0.10 能源上了0.47 手套有上一点 这个医疗 0.34 电讯上了0.49 这个 transportation debt 这个运输0.61 水电gas那些 掉了0.49 ok 今天动力股 没几个了 全部MPI讲了 讲了讲了 这个没有量 没有量 没有量 bankp matter有量 看一看 MSC讲了 还有水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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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JM有量 看一看IJM数几个罢了 今天 ok 看看手套 现在有这边有广告了 很厉害 我们我们全部进去看这个 我们全部开始很多人进去看这个 买Malaysia Stocklist 就很厉害了 加广告了 ok so现在 C1他不要再跌了 那天我有讲 诶 这边我有画了 这么不见了 不要跌破这个 2052 跌破2052 跌破2052 就不好了 ok 暂时他还能守在 不是2052 这边 2044 他守在2044上面 还ok了 他不要再 跌太远 跌太远就不好 ok so这个 啊 啊 科技还是继续跌了 科技还是不能 还是还是 冲上来也跌下去了 RSI也在50下面 不是很好了 啊 中指啊 中指小心啊 中指这个就是我讲的啊 啊 红色蜡烛大过青色蜡烛啊 红色蜡烛 开始大过其他这些蜡烛了 所以这个不好啊 反正这个你看啊 这个红色蜡烛大过这个青色蜡烛 现在这个红色蜡烛也是大了啊 所以你要小心了啦 所以也许你们赚了钱 可以套利一半钱 如果他明天再重呢 可能再加过 或者继续收着另外一半 啊 收一点钱钱 啊 那些啊 中指股啊 如果明天开始掉 后天开始掉下来啊 你可能要take profit了全部啊 收钱了啊 可能就 因为我已经讲了 这个草不远的了啊 ok 今天我有找盘 我有讲一讲 早上有讲一讲 这个手套有点小反弹了啊 皮一带低啊 不是不会跌啊 而是跌无可跌 就是现在啊 所以也 所以有一点小反弹了啊 早盘就是啊 人员跟这个啊 手套比较强了啊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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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讲,我是不会进啦 我跟你讲,我是不会进,为什么 为什么我要跟你讲原因嘛 不是只是讲 不要关注眼睛嘛,你看Bogong 你要买,他有一个 你看他有一个历史的,你看他历史很简单 你要安全买 Bogong是在这边买 85分下买 因为他 他收收收收,他会 从一冲上去,他选购赚钱 就逃了,Bogong是这样的 你看,我们看图可以看到什么 记得,我很久没有讲这计划了 我们看图可以看到什么,记得嘛 可以看到 机会 危险,情绪 和历史,历史跟我们讲 你看他最低就是在79分 所以你要79分这些地方买 等他有什么大一反弹 你就冲上去就卖就对了 你冲上去超过85分 就是追高了,不要买 所以最好要玩Bogong 就要便宜便宜买等 买了就收收收收,你看他几个月 他就报一次了,几个月 7月到 7月到 2月,这边就是 1月到5月 这边就是 啊 记得还要放止损啊 不是讲他包上可能会跌 8月 2020年到 4月他就 冲一轮了啊 每次 报告好的时候 他就冲一轮,你要买呢 他在卖,要卖卖卖卖到便宜便宜 跌到这边便宜便宜 你才买了啊 历史哥们讲什么 历史哥们讲要便宜便宜 你买充上去才就收钱 不要充上去买 因为他充很快跌更快啊 没有啊,充很快跌很快啊 所以这个啊,就是这样子 他选购啦,要便宜买啦 这个是我的战略啊,不是讲我是包对啊 不是讲我是包对,我会这样子玩 OK 所以Honyong Bank还是给拜扩啦 BUSA啦,你知道BUSA现在咯 你看这个交易量慢慢的加啦 BUSA不是讲他很好机会 我觉得BUSA呢,他是跌到没有 他是好像手套这样跌到没有的跌了啦 他是因为上一年 上一年的那个 问题啊 他一直跌 交易量,然后 给那个政府那个 收那个税 买股票那个tax 弄到那个BUSA 哦,那个交易量2M,2M 完蛋了,所以他跌跌跌到低了 没有的跌了,然后他做了什么 他做了三底,这谁就是反弹模式 他有做这个反弹模式 OK,我就会进 他没有做这个反弹模式,我就不会进 他做了双三底 不是双底,三底, triple bottom 然后他突破了,然后他做了一个retest 然后他开始慢慢涨,这个看来有机会 啊 CNB给7.59,Honyong B给7.93 Honyong B给8.2 所以我觉得这个7.59这边呢 可以套利第一个套利区 第二个套利区是8块钱 7块半跟8块钱 这个我觉得可以 试试长期啦,因为你看 Busia交易量越来越大现在 交易量越来越大 那些人开始又开始挽回股票了 很多人开始,你知道啦 那个政府起了那个税 很多人不要玩 现在开始量又开始大了 看来有机会了 啊 啊 ok 这个讲这个啊 银行哦 这个啊 这个云顶啊,纽约的云顶有机会拿到 那个那个那个 赌场的license啊 很有机会啦 很有机会拿到那个赌场的license so 啊 啊 他有这个优势啊 so 如果他拿到叻 他的这个收入会增加啦 他这边是谁好像啊 会增加270个million so 哦 因为赌场嘛 so 这个对他有好处啦 赌场是 赌场是最好赚的 不是最好赚啦 是很好赚的 啊 因为你讲啦 十度高兴嘛 这个人去做9个输嘛 so你赢 你输1个 你赢9个 哈哈哈 对嘛 哈哈哈 哈哈哈 就是 问题是你拿不到license 你拿到license casino license 你发达了 哈哈哈 问题是你拿不到不了 哈哈哈 ok 啊 ok 这个继续收啦 这个做了三底啦 一个底 两个底 三个底 四个底啊 在那边做了三底啦 所以看来他 他突破了2.975 他又来了啦 他要去到3.3 这边3.3 套利去一次 然后3.6 这边套利一次 他再冲破UOB4.0 我们再套利一次 我们看他怎么样跑先 啊 记得啊 股票不是买了 就关注眼睛 还要manage的啊 还要manage啊 manage那个字啊 manage 管理的啊 不是讲 可以加码 可以cut loss 可以加码 可以买一般 可以套利一般 可以套利一般 所以有很多方法的哦 不是买了就等哦 然后天天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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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 拜神哦 拜神是好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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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讲拜神不好啦 拜神神也问你 你有做功课吗 可能啊 可能啊 所以Hibiscus Hibiscus Hibiscus 他这个XPAC 就是新加坡公司 是没有上市啊 他这边是出一个新闻讲啦 啊 啊 computer电脑的这个销量啊 前两年是这样 今年呢 第一个季度是跌了啦 因为很可能 因为covid过了啦 那些人没有 没有钱不敢 就在家 在家那边玩 玩电脑啦 所以LPI LPI这个呢 这个就insurance不好啦 这个insurance 对他的 Mate LPI是一路来自赚钱啊 他 I mean 他的生意是一来自夸张的 越来越好的啦 所以现在他跌了啦 他的net profit跌了啦 61M第一个季度啊 2022年的 啊 啊 financial year 2022 ok 从61M 啊 82M跌到61M 啊 所以还有他的收入也跌了啦 9.77% 啊 从4407 397 不是不好啦 你知道LPI是一直是增长的国家 啊 不是国家增长的 啊 他的账了喔 他的财务报告啊 所以现在他是跌了喔 所以不是很好喔 所以今年对这些 对这些啊 insurance的不是很好啦 做保险喔 所以你看啊 他现在跌下来 他再跌 跌破这边啊 跌破这边就很惨了 这个投并肩了啦 你要小心啊 跌下来 可能就bomb了 but 我觉得不会bomb了 不会bomb了 他们还是赚大钱的 不会bomb了 不用怕了 but 不要玩啊 现在啊 啊 so 这个啊 tsmc啊 这个台湾最大的这个半导体 出产 出产的这个 啊 公司啊 半导体公司 最大的半导体公司啊 他的收入 他的净利也涨了45% 啊 so 这个半导体还是 这个生意还是很大了 一直在扩张了 so 不用太 but啊 我们要等时间买罢了啦 半导体公司啊 啊 半导体本地的半导体公司啊 so 他的market是没有跌的啦 so 他们的生意是没有掉的啦 如果这个跌了 你要小心了 证明他的半导体生意可能跌了 他这个 一直胀也不用怕 ok 我们看看lisonic lisonic终于要来了啦 终于啊 看可能要来了啦 lisonic啊 没有包啦 我觉得他有机会了啦 他 投并肩 掉转的投并肩啊 做出来了啦 所以今天他要突破了 0.49 他要守在0.49上面 他能守得住0.49 可以看这个 5.0.57 跟0.605 0.605 0.6 没有 银行没有目标 不用紧 不用紧 不要讲了 我只是看银行目标 我不是看银行目标 银行目标呢 是一个conference不了 conference 啊 又忘记了 conference 河流 河流啊 是不是啊 是一个好像一个什么啊 一个一个一个啊 一个暗示啊 一个暗示是讲这个股 我们要更 越多的暗示越好嘛 越多的这个啊 我们看到越多的这个啊 啊 positive 啊 这个正面的东西 对他的正面的消息嘛 一个是银行 我们自己的啊 啊啊啊啊 技术分析 或者我们听到新闻 然后这些东西全部加起来 我们全部 全部 全部加起来 然后我们才做决定嘛 对吗 so 有银行 of course 银行 他们有做他们分析 我们也拿来 因为银行做分析 我们不用自己去做嘛 对吗 我们自己要 如果我们自己要做基本面 银行已经做了 银行放出来跟我们讲了 所以我们不是一定要跟银行吧 不用不用跟银行 我们要看下配合到没有 如果配合到更好 如果配合不到 不用紧 配合到更好哦 银行的目标 跟我们自己做的研究 差不多 ok 所以我们有信心 信心就多了 不是讲 一定要跟哦 ok 所以我们不用紧 没有目标不用紧 我们有投并肩嘛 对吗 投并肩嘛 投并肩 有投并肩的目标的 在这边 5块 5毛去 3 6 6 左右 所以不用怕 我们 技术分析也是有 包到 没有包 but 好过你没有target 不知道要哪里拿钱 等它掉下来才拿钱 ok p matter p matter 金量很大 p matter 好像要dividend p matter 要小心 p matter 玩大一点点可以啦 不敢玩大了 不是dividend 好像要分股 是吧 p matter 他还上 我有两个区 我讲如果要套利 可以晚一点 当天我讲 可以晚一点 套利第一个区 7块钱左右 就是从到顶 第二个区就是这边 这些大银行 全部的 全部的 目标 7毛6到 8块 7块6到 8块钱 8块2左右 第一个目标 上来就是 7块钱左右 所以我们有两个区 Gabunga AQRS Gabunga AQRS 那天 我讲 这个可以试试 因为他有这个投兵间 也是投兵间 反弹模式 一定要有模式 因为我们是看图 所以他突破了 是0.405 这边可以替 第一个牢 然后我们看是0.47 他能冲破0.47 可能可以加码 我们看MIDF 我的目标 0.59到0.64 如果他不能冲破跌下来 可能就MIDF 这个要等 放止损 0.365 0.365 如果你现在进 就0.405 或者 你现在进的话 要放高一点了 不能放这边了 你要放这边了 0.42 如果你现在进 最好你是那天我讲这边进 那天我讲这边进 你要在这边进 那天我讲是这边的 你要在这边进 好一点 这边第一个进 他突破了0.47 再加 OK 哎呦 谁 IJM也是很强 IJM套利了 第一个套利渠道了 套利了 现在冲上来不用紧 他跌下来 他再反弹再冲过 我们再加过 或者你 你不要 哪这样的风险 你就直接收住 剩下的一半收住 或者剩下几多股收住 我们四四 要Block 这个两块钱 我们第一个是快七 快七左右 第二个是这边 我们从这边开始玩 记得 从这边开始玩 这边有15 16 17 有20%了 收了先 他跌下来 或者他冲上来 他跌下来再调整 再冲过 我们再买再加一点 或者你再重 这个update你了 你要怎么样玩 因为他已经超卖了 我不觉得他这一波 会冲到来这边 不觉得不是讲不能 不觉得不是讲不能 要听清楚了 你这一波这样子 冲冲冲到来 这边没有停 我不觉得了 我觉得他会调一下 再加过了 ok 这个是我觉得 没有薄 ok 讲不讲完了 今天market比较慢了 所以我们明天再谈 就谢谢大家支持 记得点赞 点赞 分享留言 ok 手一点子弹 等market掉下去 我们再老过 ok 拜拜